大家好 这个时候养杜菌花 如果我们把握好一些技巧 可以让它持续的开花停不下来 因为这个时候养杜菌花有一点是非常关键的 那就是一定要给它修剪 因为这个时候 如果说我们不及时的修剪掉一些残花 它这个新的花是非常难开得出来的 因为这个残花它消耗的养分非常多 而且它没有观赏价值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将它修剪 那么我们给杜菌花修剪也非常的简单 首先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把这些开过花的这些残花 将这个花托一起给它修剪掉 因为这个花托它也是浪费很多营养的 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修剪掉 这些花朵跟花托一起修剪掉 那么还有一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注意的 就是在杜菌花的植株里面的一些老脂弱脂 就比如说这些比较老的枝条 而且又开不出花来的 它会浪费非常多的营养 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把它修剪掉 像这种 因为杜菌花里面它会长出非常多的一些小枝条 这些小枝条呢 它不但开不出花来 而且非常浪费营养 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这些小枝条 弱枝条全部将它修剪掉 那么好了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家里面养杜菌花的一些小技巧 尤其是在这段时间开花这段时间 让它继续的开花停不下来 谢谢大家